大家好我是大崔 马上停暖了 你知道暖气片和地暖 应该怎么做养护吗 今天就跟你聊一聊 在我们唐山的一般情况下 3月15号左右就会陆续的停暖 因为天气已经暖和了 不需要再集体供暖了 那么怎么处理呢 应该做到早关晚开 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早关晚开 也就是说在集体供暖停止之前 你先把暖气自己煮的先关掉 为什么要关掉呢 关掉之后你家的暖气地暖 它会里面全部充满水 充满水的目的 你看地暖和暖气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暖气片和分水器 这些位置呢 它都是金属件 金属件如果说有空气的话 是最容易老化氧化的 包括我们的这些水管也是这个道理 在有水的情况下 它是更好的保护它 所以说有水 你家的暖气寿命会更长 那么你提前把它关掉 那么刚才又提到了 为什么我们要晚开呢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整个集体供暖 整个城市的管路是很多很长的 它每年都有维修检修 里面会有一些啊 铁渣子啊 泥土 刚开始注水的时候 说实话这个水是很脏很脏的 等着循环一段时间 过滤一段时间 就越来越干净了 你可以稍微 晚那么几天 让它循环几次之后 你再开你家的暖气 通过这两个步骤 你每年都这样操作啊 停暖之前 你提前把它关掉 开暖的时候呢 你晚开两天 你家的地暖和暖气 比别人的寿命 能增加3.5年 绝对没有问题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 回家赶紧操作吧 我二岁 关注装修每个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